我知道同意,做醫生也好,做議員也好,都是很神聖,很艱鉅,舉報為姦的工作 亦都是很辛苦的,因為很多事情都會因應制度而做不到 但是,無論是醫生在罵醫管局那些明星去拍片的說法 以至那些議員在罵,為何張建宗作為處理行政長官見他,而不是林鄭見他講這個長者縱援問題 其實都是一種情緒的發洩 既然你們做這麼神聖的工作,也這麼聰明的一群人 是否不如拿一些具體的答案和這些高層說呢 包括不撤回65歲拿長者縱援,那你想怎樣幫助老人家 那些醫生是否願意引入外來的醫生去幫忙一下你呢 你不肯這麼說,只吵吵是沒有意義的